洛小姐 我们又见面了 有话好说 洛小姐之前故意甩开我 不像是想和我有话好说的样子 说 你为什么知道 我是牧师私生子这件事情 除了你 还有谁知道这件事 没有人了 那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的解药 因为我有先天性心脏病 在犯病的时候 只有用牧师的 牧师基因的吻才能缓解我的病 之前因为在酒店我亲了 也真吻好了 所以 我才推测你是牧师的私生子 洛小姐 你觉得我是傻子吗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知道你不信 否则 我怎么知道这么大的事 那你什么时候会犯病 最近需要的时候 我有办法证明 这种病一看就是给男女主谈恋爱用的 那肯定是关键时候犯病 硬推动感情发展 我虽然没有过爱情线 但是 没吃过猪肉 总见过猪跑吧 男女主无非就是身体接触 四目相对 特写万放嘛 没什么难的 快一点 好了 你就站在那里 别动啊 你应该搂住我 然后咱们各种对视 摔倒 才有助于你心情 你有病啊 胖子胖胖的嚣张 你去哪儿 你得英雄救美 然后咱们还得来给人工呼吸啥的 都是这么演的 你要是被车撞死 我正好不用动手 要是没死 说不定还可以犯病 我凭什么救你 咱们能不能多一点新人 那你现在准备说实话了吗 我 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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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助于心机 我没时间在这里跟你好 你最好早点说出事情 我说的全是大实话 阿姨 您是冷食集团的冷烧 您多少也要吃一点啊 您多少也要吃一点啊 现在您要照顾南辰哥哥 牧师集团也都需要您啊 看来 你真的惹到了宋若云 噓 别说话 没见你这么怕过我 你们两个的区别就是 一个要我立刻死 一个要我缓缓再死 你是个好孩子 冷烧 阿姨 那是冷食集团的冷烧 我先去打个招呼 一会儿来找您 冷烧 又见面了 之前在酒店得罪了 但不知道 你有没有在那里 见过这个人 见过 又怎么样 没见过 又怎么样 冷烧如果有什么线索的话 随时可以告诉我 我听说宋氏之前的合作到期了 之前在酒店 是准备和牧师签约吗 这个 生意上的事 我也没参与 如果宋氏和牧师合作 那自然也不会是我的朋友了 冷烧这是 在威胁我 这叫合作 难道你真的有他的消息 宋小姐 还有事情 我 我 你这人 小云 莫阿姨 阿姨 你没事吧 我脚崴了一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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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烧 走吧 阿姨 我扶你了 我合理的怀疑 你在占我便宜 我只是在吃药 刚才谢谢你啊 算你靠谱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是在帮你吧 我只是不能让宋若云发现 我和你有联系 这样我和宋氏将无法合作 嗯 合理 所以 真的是因为你有心脏病 你现在信了吧 那也就是说 只要你无法开口 就再也不会有人知道我的事 你 你 你什么意思啊 只有死人 才会保守你 你 不会是 你不会 你为什么知道 我是梦氏私生子这件事情 不像是想和我有话好说的样子 说 你为什么知道 我是梦氏私生子这件事情 你真把我当傻白天女主呢 我需要每半个小时 向我的手机进行消息认证 一旦错过这个时间 这条录音就会自动发给全江北的媒体 你猜他们会不会喜欢 你威胁我 不 这是合作 洛小姐 你还真是有趣啊 嗯 你需要供我衣食住行 我呢 就乖乖地 每半个小时 对我的手机 进行消息认证 保证这个世界 不会再有第三个人知道 很划算吧 冷少 需要我送洛小姐回去还是 不用了 我今天就住冷少家了 是吧 冷少 没错 洛小姐